小小体验一百种职业 今天是寺庙一宫 寺庙工作的一天 我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跟大家说的 一样那么悠闲 早上四点起床 准备出发去寺里 虽然很早 但是完全不怕起不来 因为 我昨天晚上 胳膊就背睡了 五点到达白鹤山脚 以前上班都是地铁单车 今天 我怕不动了 现在接我 终于爬上山崖来到寺前 新一宫就得到了热烈的欢迎 你是 五点半 四中猪身响起 六点跟随师傅们一起上早课 虽然温度零下 但是我的身体素质 还是很过硬的 七点早课结束 来到厨房帮忙准备早饭 七点半开始早餐时间 其他的我都很适应 只是这里吃饭 要保持安静 八点 义工开始分头忙活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适应啊 因为这里的工作 和写字楼里的完全不同 都是体力劳动为主 打扫完后师傅递给我一袋蔬菜 资附我给寺里的动物喂食 你说这是喂鸡还是喂鸭 喂鹿啊 做完这些以后 十点开始绕寺巡视 因为寺院在山上 我也在山中找到了一条小鹿 唱快的喊出今天的口号 炸饭得完美的 出门上班啦 十一点回到寺里 这堂前已经写下了中午的菜单 菜单还是非常地道的川鱼风味 主要体现在口音上 萝卜汤 饭前我还需要给首相的师傅送饭 本来很开心 又能溜出去闲逛了 直到我知道 师傅在山顶上 刚放过了几座山 好好吃 某月过了几条客 某月过了几条蛋白 去一句堂客 这么大就这么多 老伯子 口水饭送到我边 老伯去 把饭送到还不是结束 因为我还要连续返回 饭后进行下午的工作 比起上午就显得格外悠闲了 我开始漫无目的地闲逛起来 阳光透过树袭 照到寺院的每一寸里 人潮散去 这里安静到 可以听见万物的每一声呼吸 其实贺林寺 始建于随朝 从千年前 庙里相互连延 古时人们祈愿 多为不错乱世中的扶贫 所求皆家国 如今我们在 万象更新的时代里垂手 所愿 才轮到自己 四点在身上挖一些野菜 喂过法律以后 五点 义工的工作也结束了 这份工作是没有工资的 但是我真的获得了 久违的宁静 能让我躁动的 也只有这条 爬不稳的下山路了 我手机呢 你手机没拿下来 哇 哈哈 哈哈哈